这几个咱们来看一下安全驾驶类的题目 安全驾驶类的题目其实也比较简单 咱们看第一题 导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各类因素中 人的因素是什么 是安全行车的主要因素 第二题一般来说 行车中驾驶员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有效信息 是靠视觉获得的 所以视觉特应对安全行车有重大影响 这里呢 这个百分之九十还是百分之八十 就是同样一个公司 出的两本书 这两本书数据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题呢 是从出租汽车驾驶员 这个教材出的 而不是从网约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这个教材出的 所以咱们是以百分之九十为准 网约车那个教材说是百分之八十 但这个选项里没有 也好不纠结了 第三题下列哪类性格类型 有助于出租汽车驾驶员 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当然是B 遇到紧急情况 头脑冷静 处置过断 A呢 说是没有监控探头的时候 侥幸违法驾驶 C说遇到道路拥走时 情绪烦恼 常民喇叭 D说在高速公路上 高速行驶时 不容忍其他车辆超车 很显然 在A C D 都是不靠谱的 四 驾驶员在突然遇到 显轻时 一引起什么反应 这里 是应激反应 咱们可以简单理解 就说应激反应 就是一种本能 但是这个跟本能 其实还有区别 咱们看A说激情 没听说激情反应 B应激反应 这个应激反应 跟应激反应有区别 咱们记住啊应激 激发的激 D积极反应 不一定是积极反应 5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道路宽阔 视线良好 长途行车状态下 急易产生 就是感觉 哇 这路一直是这么好 就容易大意了 大意麻痹 是麻痹心理 第六题 随着车速的提高 驾驶员的有效视野 会越来越窄 速度越快 视野越窄 第七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行车过程中 要正确应对交通冲突 增强什么控制能力 当然是 情绪控制 第八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 心理疏导的目的是 为了养成坚定 顽强 沉着 果断 机制的品格 不为什么所作用 当然是不为情绪所作用 控制自己的情绪 第九题 机动车在没有 限速标志的路段 没有限速标志 当然是要保持安全车速 第十题 驾驶员在什么时候 可以驾驶机动车 你看A是引流后 不行 B说患有妨碍 安全驾驶的疾病 这也不行 C说服用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病 这也不行 只有D说引查后 十一题 高速公路 双向行驶的隧道内 禁止使用 当然是禁止使用远光灯 应该使用近光灯 十二题 下坡行驶 应控制车速 驾驶员应充分利用 发动机的 什么 减速 不得空脑欢迎 科目一例 咱们就说是发动机制动 发动机制动 就是发动机的 迁阻作用 十三 进入隧道时 出租机车驾驶员 应当提前开启 开启的是 前兆灯和时宽灯 前兆灯 包括大灯 小灯 如果对面 也有来车 那应该是 那应该开的是 近光灯 如果说跟车 也是近光灯 十四题 说的是 车辆装有ABS系统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用力塔 这种塔板 不放松 而且是不放松 十五 说在雪天行驶时 要采取的措施 是什么 有A 控制车速 避免紧急制动 B 尽量寻前车的车者走 C 避免急转方向 十六题 规避和减轻道路 交通事故的危害和损失 最有效的措施 那就是A 合理严肃 以及C 控制方向 十六题 行车避险中的 避重就轻 这个原则指的是 车辆应该向 但是损失较轻 危害较小 这一方进行 避免尽量减轻事故的损失 这个目标的是 弱小还是强大 没有关系 以及重量 也没有关系 比如说 那么一只头牛 这边是一个小孩 那病重就轻 就轻 是 撞牛 而不是撞小孩 十八 下列哪些情况下 迅速向侧滑的一方 转动转向盘 这里说的 向侧滑的一方 应该说的是后轮侧滑 C 还有利用障碰 还有利用障碍物停车 比方说路边 有山体 有树木 刮蹭树木 刮蹭山体 刮蹭树木 不一定能做好的 刮蹭山体 相对还好做一些 二十三 驾驶出租机车 在跨海大桥上行驶 突然遇到强烈的横锋 应该是双手握拥转向盘 与并行车辆 保持安全的横向间距 以及合理控制车速 二十四 行车中遇到紧急情况的 处置原则 包括沉着冷静 迅速不断 及时减速 控制方向 优先逼人 逼中就轻 递不能选 递说先物后人 财产第一 这个财产第一就错了 二十五 说遇到紧急情况 在零微处置时 可供选择的证据方法 那就是控制方向 和制动减速 不要急转转向盘 尤其是速度快的时候 跳车逃生 跳车逃生 你得看能不能跳啊 二十六 发生紧急情况 向其他交通参与者 发出警告信号时 可采取的措施 是开启危险暴近闪光灯 变换远近光灯 连誉明喇叭 以及必要是打手势 二十七 驾驶出租汽车 直线行驶 转向突然失控 正确的主持方法 是松台加速踏板 根据情况 使用驻车制动器 辅助制动 以及环踩制动踏板 这时候 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紧急制动 有可能会导致车辆测翻 二十八 驾驶出租汽车行驶 发现转向阻力突然增大 但还可以转向 这可能是转向系统 出了问题了 那么咱们要做的就是 沃纹转向盘 及时减速 选择安全地点停车 查明原因 二十九 驾驶出租汽车 平直路段行驶 行车制动 突然失灵 就是刹车失灵了 要沉重冷静 在控制好方向的前提下 A 立即送台加速踏板 因为这事刹车已经不好使了 就不能再加油门了 B是抢挂低速挡减速发动机制动 C 使用驻车制动减速停车 这就是用手刹 而D为什么不选择 说熄火花影 这时候熄火花影 那方向盘也是非常非常沉了 三十 驾驶出租汽车行驶中 发现轮胎漏气正确的处置 是A 平稳制动减速 B 握纹转向盘 C 使力行车道 以及D 选择安全地点停车 三十一 下列哪些情形不能超车 是A 前车正在转弯掉头 超车的 这种不行 B 与对面来车有辉着可能的 C 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 消防制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的 D 行径铁路道口 交叉路口 窄路窄交 弯道 陡坡隧道 人影横道 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 等没有超车条件的 这是不可以超车 第二 机动车 遇有前方质量排队等候 或者行驶缓慢时 不得 是不得接到超车 不得占用对面车道 以及穿插等候的车辆 第三 行车中超越右侧 停放的车辆时 为预防其突然起步 或者开启车门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横向间距要大 也就是预留出横向 安全距离 减速行驶 34 驾驶员连续行车 4小时应该停车休息 多长时间 是20分钟以上 35 预防疲劳驾驶 最可靠 最有效的方法 疲劳 什么环节疲劳 当然是睡眠 36 为预防疲劳驾驶 出租汽车驾驶员 每天一般应当保持 几小时的睡眠时间 一般是7到8小时 37 进入隧道时 出租汽车驾驶员 容易出现短暂的失明现象 这是按适应 就是进入按的环境 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 38 部分隧道出口 有较强的横峰 影响出租汽车驾驶员 对车辆的控制 一出现 横峰会把车 吹跑偏 39 夜间道路环境 对安全性车的 主要营养 夜间当然是 看不清 看不清 看不远 是驾驶员的视野受限 40 与白天相比 夜间驾驶员的 失距 失距就是能看多远 当然是变短了 41 当出租汽车 行至公交 车站 超市 商场 等人车密集场所 要保持低速行驶 随时 当然随时准备停车 也就是随时准备制动 这个制动 有可能是减下速 42 驾驶出租汽车 下坡行驶时 为了安全 皆能 驾驶员应该怎么样 控制车速 应该是利用 发动机的牵组作用 也就是发动机制动 或者叫 挂低档 来控制车速 43 出租汽车在行车途中 突然遇到有皮球 滚到路上 那后面可能有小孩了 所以是应该 立即减速 随时准备停车 以防碰撞 追逐的儿童 44 出租汽车在行车中 遇到老年人 骑行车 这个一定要离得远点 给个喇叭提示一下 提前名喇叭 减速必让 45 驾驶员当已10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 行驶的时候 这个应该就是在 高速或者快速路上 车距应不小于多少米 咱们坑目一里就说了 速度超100 距离超100 速度第100 应该距离也是50米开外 但现在是正好100 所以它的车距应该就是100 不小于100 46 驾驶出租汽车 途经返法地带 驾驶员不正确的 驾驶方法 他说的不正确 不正确 只有说高速平稳通过 你看 A说注意周围车辆动态 正确的 保持安全车距 动态的 正确的 C 防备行车和自行车 突然横穿 这也是正确的 47 驾驶出租汽车在高速公路 与施工路段时 驾驶员应该 应该是遵守限速规定 提前减速 48 驾驶出租汽车在高速公路上 以低于60公里 每一小时的车速进入行车道 这就是速度过低了 这种行为 就容易引发最为碰撞 因为存在一个速差 因为咱们高速上 最高限速是120 假如一辆车开的是120 而他呢 开的只有50 相差了70 就相当于是人间 70的速度 发现前面有一辆车停着 这种速差就比较危险 49 驾驶车辆通过上坡路时 驾驶员应该在什么时候 放松加速插板 当然 咱们有开车经验 都知道是接近破定 50 在城市道路停车时 右侧车轮 距道路边缘 不得超过多少米 咱们都知道 停车的时候 是30厘米 也就是0.3米 好 0.3米作用原来是 避免行人或者自行车 从车身右侧穿行 51 乘客安全 是对出租汽车服务的基本要求 乘客上之后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提醒乘客怎么样 当然是系好安全带 52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城乡集合部行车 城乡集合部 应当什么 应当防备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和牲畜穿行 53 为保证行车安全 驾驶员应禁止 禁止的是弯道超车 54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载客运营过程中 不得 不得的就是 接打手机 55 驾驶出租汽车从繁忙拥堵的城市道路 进入城乡集合部 畅通道路是驾驶员应该 应该要做的 那当然是 B 控制车速行驶 注意避免 注意避让 非机动车和行人 A说紧跟前车行驶 咱们开车一定要 有自己的主见 C 说加速行驶 不告诉我 遇到低速车辆 平民喇叭 不文明 56 出租汽车在高速公路上 因故障临时停车 高速 多远设置紧格标志 是高速 150开外 也就是150名以外 57 在高速公路错过既定出口时 驾驶员可以在哪里驶离 记住田中老师的口诀 错过出口 继续走 是下一出口驶离 58 下列队驾驶出租汽车通过弯道的说法 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但是 B 在转弯前加速 咱们应该是在转弯前减速 在马上要出弯的时候 加速 59 驾驶出租汽车通过跨海大脚时 要预防的危险因素之一 咱们要常识 那就是横峰 60 某日天降小雨 一辆出租起着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通过一转弯下坡路段 这里咱们就需要注意转弯下坡 这就是三面30除于路已经发生变化了 那路变的话 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最高的速度了 小于30公里每小时 它开到50当然是超速 这时候说 车辆驶出路外坠入深沟 导致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直接原因当然是超速行驶 61 一辆出租汽车行至隧道内 在街道超越一辆摩托车时 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小客车碰撞 造成三人死亡 导致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咱们看是隧道超车 这隧道超车是不允许的 所以 它是出租汽车驾驶员违法在隧道内超车 62 乘客站在道路中 拦截行驶的出租汽车 若停车上课 亦导致后方车辆 当然是导致后方车辆追尾碰撞了 63 出租汽车驾驶员做到安全行车的前提 是控制好车辆和什么 控制好车辆和情绪 64 夜间会车前 两车在相距150米之外 改用进光的作用 是便于观察前方的情况 65 夜间与对面来车 没有关闭眼光灯的时候 没有关闭眼光灯 咱们可以晃灯 但是选项里没有晃灯 而符合的呢 就是说减速之右 或停车让行 66 在泥泞路 驾驶车辆制动时 车辆一发生 当时发生侧滑或者摔尾 67 在冰雪路上起步时 蒙踩加速踏板会导致驱动轮滑转 就是驱动轮打滑 前轮打滑 68 雾天驾驶出租汽车行驶 不能开启 雾天一定不要开远光 开远光的话 光照在雾上会有一个慢反射 感觉挺亮 也很荒野 还看不远 69 雨天行驶 一出现水滑现象的原因 为什么出现水滑呢 是因为速度太快了 你开慢了就不会出现水滑 即使雨天行驶出现水滑现象 会导致 水滑了会导致车辆失控 发生横滑或者侧滑 71 雨天行车时 为避免出现水滑现象 驾驶员应该 当然是控制速度 低速行驶 72 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在积雪路面 不安装防滑链容易导致 那当然是滑呗 车辆测滑 73 如图所示 驾驶出租汽车在积雪路面 行驶时 驾驶员最好 积雪路面 A 是沿前车的车车行驶 以及C 低速平稳行驶和安装防滑链 74 雪天驾驶出租汽车 需要减速时 那应该怎么样 应该利用发动机制动 可轻踩制动踏板 一定不要猛踩 冰雪 泥硬 都慎重慎重踩刹车 尤其是猛踩 一定要避免 75 驾驶出租汽车 雪天行至陡坡 如果前方的车正在爬坡 这时候 咱们肯定要防止后面的车 肯定要防止前面的车 爬着爬着爬不上去了 溜下来 所以咱们要破地等车 76 驾驶出租汽车在冰雪路面行驶 冰雪路面的危险性 当然是在于 刹车距离变长了 也就是制动距离变长 77 高温天气驾驶出租汽车行驶 发现轮胎温度过高时 这个温度过高 不要往轮胎浇水 或者放气 这都会加速轮胎的老化 要选择一两处 停车降温 78 高温天气驾驶出租汽车行驶 发现水温表度数达到100度 这个100度的时候 这水温就已经太高了 咱们要选择安全地点 停车降温 79 低温天气行车 起步后应低速行驶 1到2公里 在发动机温度升值多少度时 在正常行驶 这个是40度 对于有的车可能没有 这种 发动机冷却液的温度表 但是起码有一个提示 有一个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低的提示 这个提示消了 可以 80 沿着天气行车 要注意防止发动机过热 一般水温表度数不能超过 是不能超过90度 81 雨天对安全行车的主要影响 当然是一方面路滑 一方面是 瞅不轻 瞅不远 是路面湿滑 视线受82 雨天行驶能监督在5米以内 回这个5米以内 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短了 那就不要开车了 所以选择安全地点 83 驾驶出租汽车 高速行驶 突然发现前方道路中间 停有故障车辆 驾驶员应避免 速度太快 一定避免急转向 84 驾驶出租汽车 低速行驶 突然发现前方有障碍物 在道路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驾驶员应该因为速度比较低 可以转向避让同时减速 85 驾驶车辆使出积水区断 就是车辆过水 尤其是咱们的刹车盘过水了 这次又要断续轻踏 也就是踩下松踩下松踩下松 尖断轻踏 这种制动踏板 保持车辆制动性能的良好 86 说的是通过泥硬路段 应选择坚持的路面 还要低速平稳 87 出租汽车通过隧道寒动桥梁时 下来做错误的做法 当然是及时变更车道 争取时间 隧道寒动桥梁 就不要变更车道了 尤其是寒动 寒动通常比较窄的 隧道也不允许变更车道 88 大风天 新车 由于风险往往不断的发生变化 倒感觉到略有跑偏时 出租汽车驾驶员 当然是要控制住方向了 双手稳握转向盘 89 运营中陷入泥泞路段 车轮空转打滑 那怎么办 当然是在驱动轮下铺垫砂石 90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行车中经过积水路面 要怎样保证安全 当然是低档低速通过 如果是这个水深一些 低档低速 还要说大油门 这时候甚至可以说 雕下离合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一方面 咱们速度比较低 不容易积极水花 如果水花进入咱们的 进气 进气道 那就非常危险了 如果是进入咱们排气管呢 有个倒灌 也会影响发动机 会只会 甚至会 变灭火 91 预报于使用刮水器 也无法保证正常观察室 此时正确的做法 那刮水器 刮了一不好使了 看不清了 那当然就靠边停车了 立即减速 靠边停 92 雨天对安全行车的主要营养 当然是路面失华 实现受阻 看不清 刹车 也不是那么顺利 93 驾驶出租汽车在冰雪路面 应适当怎么样实现安全超车 当然是横向间距要增大 94 出租汽车在冰雪路面行驶中 驾驶员不能采取的措施 不能采取的是紧跟前车 95 雾天 车辆在道路上行驶 出租汽车驾驶员错误的做法 错误的就是高速行驶 96 哪些路面最容易发生策划 当时比较滑的路面 那么看 ABCD 那就是下雨开始时的路面 这是最容易发生策划的 97 夜间行车中 车辆灯光突然离开路面 表明是 离开路面 那是照到边上了 说明前方出现了击弯 98 欲紧急情况避险时 出租汽车驾驶员首先应尽量做到 当然是先保护人 是人员不受伤害 99 当无防BOSS制动装置的车辆转向失控 以偏离直线行驶方向时 驾驶员应果断的 果断的怎么样 连续踩踏 制动踏板 因为是没有ABS 这时候 一脚踩到底 这是不行了 就得是连续的点杀 100 车辆发生侧滑时 驾驶员应立即 侧滑 这时候应该立即松抬 制动踏板 就是把刹车 抬起来 同时向侧滑的一方 转动转向盘 这说的是 后侧 后轮 发生侧滑的时候 101 车辆前轮台爆裂 已出现转向时 驾驶员应在控制住方向的情况下 怎么样 使车辆缓慢的减速 这是轻踏制动踏板 同时呢 还可以挂低档 102 行车过程中 车辆后轮胎爆裂 驾驶员应保持镇定 OK 保持镇定 然后呢 然后就是双手握稳转向盘 控制车辆 保持直线行驶 减速停车 咱们看 为什么不对 是迅速向爆拆一侧 转动转向盘 车辆爆胎的时候 这时候 爆胎 有没有说 怕车身发生侧滑了呢 还没有 所以这是 就是要握稳 方向盘 保持直线行驶 就可以 C 也是同样道理 而D 说迅速踏下 制动踏板 那这时候 问题就大了 车辆爆胎的时候 轻易不要 蒙踏 制动踏板 103 夜间行车时 出租 车灯突然熄灭 这时候应该是吗 车灯突然熄灭 后面的车 看不到咱们 这时候就非常危险 所以要观察前后车辆 减速靠边停车 因为咱们的车灭灭了 并不代表前后的车灭了 通过前后车灭的位置 咱们还大概可以判断出 这个路是什么样的 104 行车中 制动突然失灵 也就是刹车 突然保使了 驾驶员要沉着冷静 握稳 转向盘 咱们要进行减速 这时候是利用强挡 或者助车制动 因为是刹车 刹车保使了嘛 用发动机的牵组作用 或者是手刹 105 行车中 下坡路制动突然失效 下坡路 刹车突然不好使了 不应该采取哪样 就是控制方向继续行驶 这是不应采取的 可以采取的是从高速挡 向低速挡 强挡 以及利用道边 专设的紧急停车道 或者叫避险车道 进行停车 D 利用助车制动器 减速停车 也就是手刹 106 高速行车的车辆 在转向失控的情况下 是用紧急制动 那转向已经失控了 然后猛踩刹车 很容易造成翻车 咱们在电影里也看得过 107 行车中与其他车辆 有迎面碰撞可能时 驾驶员应首先 有迎面碰撞可能 这时候 首先需要降低速度 迅速踩踏 制动踏板 把速度降低 这样即使碰撞的时候 损失 或者碰撞能量也会小一些 108 缓慢翻车 有可能跳车逃生时 驾驶员应该要翻车 是相反的方向 咱们想想 比方说 是往沟里翻 咱们肯定不能往沟里跳 是往沟相反的方向跳 109 行车中发动机突然熄火 这发动机突然熄火 方向盘会比较硬 没有助力了 刹车也会比较硬 这时候咱们应当是 开启又转向灯 是要靠边 将车缓慢滑行到路边 停车检查 110 服用下列哪些药物 会对驾驶员的心理生理 产生影响 这里有抗生素 震惊剂 兴奋剂 保健品不是 111 驾驶员良好的心理特征 表现在行车中 能做到头脑清醒 判断准确 反应迅速 行动果断 112 雨天和冰雪天 车辆的纵向安全距离 分别是干燥路面上的 这说的就是什么 雨天和冰雪天 跟车距离 跟前车的安全距离 是多少 是干燥路面的1.5倍和3倍 好 这个怎么记呢 咱们想雨 雨的拼音就是一乌雨 一乌雨 这个数字也就记下来了 113 雾天行驶 当能见度在30米以内时 车速不能超过多少 车速不能超过20公里 每小时 114 在同向4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行车 OK 同向4车道 咱们就应该知道 每条车道最低速度是多少呢 是110 90 90 60 他说车速高于多少的 应该是在最左侧 最左侧 也就是速度最快的 所以他应该是110 115题 驾驶网约车在普通公路发生故障 或者事故时 应当 将危险警告标志 也就是三条警示牌 放在故障车后方多少米 咱们知道 道路50至100 高速150开外 这里说的是道路 或者说公路 那就是50到100 116 疲劳驾驶 对安全行车的影响有哪些 有A 超过动作 呆滞 B 患脑不及时 不准确 C 出现短暂的睡眠现象 就是有人 真的开着开着车 开睡着了 一正阳 都不知道过了多会儿 D 体力 视觉能力下降 117 营养网约车安全运营的主观因素 那主观因素 就是跟人有关的 有A 安全意识 B 驾驶技能 D 职业技能 职业道德 C 交通环境呢 是客观因素 118 驾驶网约车在 无分隔 双向两车道行驶 下列哪些情形 是不易超车的 双向的 两车道 而且还没有分隔 OK A是对向车道 车流的 那是不易超车 前车不让行 不能超车 对面来车 有汇车可能 不能超车 前车按限速行驶 按限速行驶 就说 它这个速度 已经是上限了 你要超车 那你就已经超速了 这也不能超车 不易超车 本身它限速行驶 已经是这条道路 规定的最高速度 为什么是 规定了速度呢 因为速度太快的话 就会发生危险 如果你超它 你就会比限速更快 容易发生危险 119 雨天行车 发生水滑现象时 驾驶员应该 应该是 握稳方向盘 以及松台加速踏板 降低车速 避免寝急制动 发生水滑 那就是速度太快了 120 出租车驾驶员 做到什么 是出租车服务 顺利开展的前提 当然是 安全行车 安全 120 下列的哪些行为 是属于交通陋习 当然是 开车接手机 强行超车和行车 不吸安全带 122 有些口气清音剂 含有 含有酒精 会导致被救驾 123 如图 这是要进入隧道 OK 这是双向两车道 中间的黄线 黄色的实线 是进制编道 进制超车的 限速呢 是60 最高速度不能超过60 说驾驶员不应该 当然是不应该加速行驶 低于限速行驶 OK 保持安全车距 OK 顺序通行 OK 1214 出租汽车运营过程中的基本特点 当然是单人单车 一个车 一个司机 125 这个如图 硕士 这个就不配图了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夜间汇车前 具对象来车 多少米开外 应该使用近光灯 咱们的口诀叫做汇车150 该用近光灯 是150米 126 如图 硕士 这是 喝酒 然后开始出租车 出事 四季住进了医院 出租汽车驾驶员 营救后容易 容易引发道路交通失误 这是因为酒精会影响人体的 麻痹神经 中枢神经系统 127 能监督在30米左右时 车速不得超过 多少公里每小时 这个负荷的只有 事物 你就选一个最低的就OK了 128 出租汽车在保证安全行车 应严格遵守通行规定 可以在窄条上 可以在窄条上的是平稳行驶 不能停车 也不要频繁的变换档位 本身是窄条 那汇车 这也是费心了 129 驾驶出租汽车在途中所示情况下 汇车时 驾驶员应该 这是汇车的时候 对面车开了远光 遇到了远光走 咱们只能为了自己的安全 减速或者停车让行 130 驾驶出租汽车发现后方有车辆 未保持安全跟车距离 这时候咱们要给他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就是轻点刹车 提醒后车 131 在途中所示的交叉路口前 变换车道 OK 咱们就知道 实现是不能变换车道的 只能是在虚线的位置 当驶入哪个沿的区域时 不能变换车道呢 那就是红色区域 132 驾驶出租汽车下长坡 发现制动器效能减弱 就是刹车 有点不太好使了 有可能是老用叫刹 过热了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及时停车降温 那A 说连续动踩制动踏反 那连续动踩 只能会让刹车 更热 制动的效果更差 长此以往 那刹车刹不住就危险 B说挂空脑啊 绝对不能空脑划行的 D说实用驻车制动继续行驶 那驻车制动那点劲不行了 再者把手刹都摸没了 那也是不靠谱的 133啊 咱们都知道 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 这个小车的最高车速 不能超过120 134 出租汽车驾驶员 客服控制如图所示的 什么情绪 这很明显是在家里 爱训 这种情绪 当然非常的不爽 非常消极 所以是消极情绪 135 人的情感 思维 性格 气质 这都属于什么心理 属于个性 136 下列哪些是不文明驾驶习惯 很明显 像窗外吐痰 通过积水路段 见诗行人 前车性是速度慢 是用远光晃前车 以及老人过马路 随名喇叭 这都是不文明驾驶习惯 137 下列哪些是文明行车行为 A 正确使用灯光喇叭 B 里让正常超车 变更车道的车辆 C 道路拥堵时 不夹塞 抢行 D 与他人违法驾驶 不毒气 谨慎驾驶 138 停车休息时 下列哪些做法 可以缓解驾驶疲劳 A 伸展肢体活动 B 眺望远方 C 小睡十分钟 139 下列做法中 不能有效避免车辆胎的事 降低轮胎气压 降低轮胎气压 如果在跑上高速 时间长的 反而容易引起暴胎 而B 及时性理轮胎 勾逃内的医务 定期检查轮胎 以及更换磨损严重的轮胎 只是可以有效避免 轮胎爆裂 140 如图所示 这是下坡 车辆将要发生测翻 驾驶员不应采取 哪样措施 那测翻的时候 如果松开安全带 那 有可能会被甩出去了 撞到玻璃上了 时候最好的应该是 有安全带 然后跟着车一起翻滚 这样还能减少一点伤害 以及身体向后 紧靠座椅 两脚勾住踏板 握纹转向盘 141 如图所示 雪天行车时 驾驶员应尽量避免 避免 避免的是 陡坡行驶 靠谱的是 拉大车距 沿有车车处 低速航行驶 以及靠车道内侧行驶 142 如图所示 车辆制动失效时 驾驶员应控制方向 靠路边停靠 此期间能够起到 减速效果的应急措施 有挂挡滑行 强挡和使用 驻车制动 想直接挂入道档 这是没用 还挂不了的 143 汽车发生火灾 驾驶员撤离驾驶室前 应该关闭 关闭的A 点火开关 电源总工开关 和邮箱开关 邮箱开关 那就是大车了 144 驾驶出租汽车 在凝动路面行驶 要注意的是 A 安装防滑链 B 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 C 不要再行车道停车 145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能够克服和控制消极情绪 是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 这要求驾驶员要做到 A 增强道德和法治观念 C 警方不良的激情干扰 心态和行为 D 努力保持宽容 获达乐观的心态 146 人的情绪包括 包括什么 包括心境 激情和应激 等不同类型 147 驾驶员行车时 保持积极的情绪和情感 有利于 有利于怎么样 保证安全行车 A是保持平和心态 B是集中注意力 D是冷静应对 行驶中出现的各种状况 148 行车中出现 不利于安全行车的 异常情绪 驾驶员可以 可以怎么样 可以必要是 短暂停车休息 调整心态 以及D 进行心理暗示 放松心情 149 驾驶员常见的职业病 与下列哪些因素有关 有A 酒坐 C 长期睡眠不足 以及D 饮食无规律 150 下列哪些行为 有利于缓解出租 汽车驾驶员疲劳 A 主动下车 帮乘客搬运行李 活动活动筋骨 B 住点后车时 下车活动 C 行车间隙 进行头颈部的运动 这么运动运动 D 行车间隙 进行 斩肩背运动 151 下列哪些情况 表明 出租车驾驶员 已经出现了疲劳现象 有A 实现模糊 腰酸被痛 注意力涣散 和焦虑 提早 152 下列哪些情况 容易导致驾驶疲劳 有A 坐姿不良 血液循环不畅 B 长时间行车 C 睡眠不足 以及D 车内空气质量差 通风不良 153 影响出租汽车安全运营的客观因素 这个客观因素 就是跟驾驶员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A 车辆的性能 道路的状况 天机的变化 和交通的环境 这都是客观因素 154 疲劳驾驶会导致驾驶员 操作事故增加 注意力不集中 和判断力下降 155 行经商业场所附近时 出租汽车驾驶员要 是高度警惕 减速慢行 和随时准备 停车让 避让 156 在放学时间 行经学校门口时 驾驶员应该是 低速平稳驾驶 以及随时准备 避让穿行的学生 157 驾驶员引流后 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 注意力 反应能力 和判断能力下降 158 说 引用下来拿写物质 会被误认为酒驾 有A 或想蒸汽水 口气清新剂 收口水和醉下 因为它们里面都含有酒精 159 出租汽车行至交叉路口 注意以下哪几点 A 是避免发动机吸火 B 欲拥堵的路口 应顺序排队等候 D 要控制好车速 160 驾驶员服用对神经系统 有影响的药物时 会导致 反应及操控能力下降 听力 视力 注意力 减退 动作协调性降低 动作准确性 下降 161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的主要目的 A 可以缓解驾驶疲劳 因为你跟着太近的话 也会比较紧张 B 保证出现紧急情况时 有足够的停车距离 C 扩大观察视野 减少驾驶的盲区 162 驾驶出租汽车 借道超车时 驾驶员应该 应该是判断 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空间 完成超车作业 D 与被超车辆 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 迅速驶回原车道 163 夜间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在无照明的路段 驾驶员应该 A 是降低车速 C 正确使用灯光 正确使用灯光 有可能是远光 有可能是近光 有可能是远近光交替 就看有没有汇车 以及前面有没有人 D 注意观察人车物 及道路情况 164 夜间驾驶出租汽车 汇车 与对象来车 坚持使用远光 那就是远光狗 驾驶员应该 避免指示对方的灯光 必要是停车让行 165 驾驶出租汽车 通过桥梁时 驾驶员应该 桥梁 OK 咱们要注意 桥头的交通标志和提示 比如说有桥头 有限速 还有甚至有的桥 有限高 B 观察交通情况 在条件允许时 安全通过 D 尽量避免在窄桥上 汇车 制动和停车 166 驾驶出租汽车 驶入隧道时 驾驶员应该 A 注意限高 限速标志 选择绿色建筑 信号灯 指示的车道行驶 D 提前开启 前绕灯 进入隧道 提前开灯 167 驾驶出租汽车 在山区道路行驶 可能引发车辆失控 追尾碰撞 翻车 坠崖 等事故的原因 就是可能 什么原因 B 跟车距离过近 D 下坡转弯 汇车时速度太快 看A 为什么不是 说提前减速降脑 通过弯道 这是正常的 C 下斗波前 使用发动机制动 这也是正确 168 跟车时容易造成 道路交通事故的因素有 有 B 跟车距离过小 C 跟车速度过快 或者车速 判断有误 D 不同车型视野差异 和制动性能的差异 这就是 比方说 你原来开的是一个小车 后来开SUV 那视野差异 以及车的制动性 都有差异 169 驾驶出租汽车 跟行危险品运输车 驾驶员需要注意 是A 遇到危险品车辆超车时 要主动让行 B 拉大跟车距离 C 遇前车 前方式 危险品车辆因故障 临时停车时 确认安全后通过 170 驾驶出租汽车 跟行大型货车 需要拉大跟车距离 原因是载货较高 阻挡后车的视野 B 货车尾灯过亮时 亦引起后车驾驶员宣慕 有些大货车 那个灯经过改装的 确实是非常亮 C 货车超载 影响轮胎寿命 一爆胎 这种货车爆胎的也不少 D 货物的粘盖不劳时 掉落的货物会阻碍通行 171 驾驶出租汽车会车时 E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有 A 与对面来车 有汽车可能时 强行超车 B 预障碍物盲目急转方向躲避 C 在狭窄路段会车 不减速 172 驾驶出租汽车会车时 E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有 危险行为 C 骑压路间会车 你骑压路间 这个路间到底是结不结实 不一定 而且说 路间的距离掌握不好 可能会掉沟里了 C D 弯道占用对向车道会车 弯道超车 弯道会车 占用对向车道 这都是比较危险 173 驾驶出租汽车在弯道上会车时 驾驶员应该 A 以道路中心线为界 不要跨界 不要跑别人的道路 B 没有道路中心线的 保持一定横向间距 C 靠车道的右侧 右侧 D 保持较低车速 174 驾驶出租汽车 准备超车时 准备超车应该怎么做呢 C 夜间变化远近光 提示前车 D 提前开启 左转眼灯 明喇叭 175 下列哪些路段 禁止超车 A 是交叉路口 B 是弯道 C 是铁路道口 隧道内 D 是窄路 窄敲 176 驾驶出租汽车 变更车道 下列哪些行为 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是 A 频繁变更车道 B 变更车道时不注意观察 C 变更车道不打转向灯 以及 D 侧后方有车辆快速接近 侧后方 可能出于咱们的盲区 这时候不注意观察 都会导致交通事故 177 驾驶出租汽车转弯死 如果车速或快 可能会导致 A是碰撞行人 其他车辆 B是侧翻 B是冲出路面 178 一辆出租汽车 行驶至转弯路段时 路面有以撒的沙石 车辆发生测滑 坠入路外深沟 驾驶员如何正确操作 可以有效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 那首先就是观察 注意观察路面情况 以及提前的减速 179 哪些路段是禁止掉头的 A是人形横道 铁路道口 B是禁止掉头 标志的路段 C是窄路 弯道 D是桥梁 隧道 这些都是禁止掉头的 180 如何驾驶出租汽车 安全掉头 那就是问的 如何安全掉头 是A 提前开启 左转向灯 由咱们掉头 是往左 B 严格控制车速 C 不能妨碍其他车辆 正常行驶 D为什么不选呢 D说在道路中心 黄 石线 那石线 是不能压 不能跨的 181 驾驶出租汽车 通过黎礁桥 桥寒 是桥下面的寒动 可能存在的风险有 A 是雨天行车 下川市 消寒一击水 这种情况太多了 在咱们市区里 B 扎道路段 转弯半径小 视野有限 C 驶出扎道 汇入主车道 以及D 横峰 182 驾驶出租汽车 驶入隧道 存在着风险有 驶入隧道 驾驶员会出现 按适应 光线暗淡 以及通风不良 易形成烟雾污染 这个隧道 通常来说 它即使是单车道 也不会说 低于4米的 宽度不会低于4米 不至于说 狭窄 183 驾驶出租汽车 出隧道 为了防止 横峰和减少 明适应的影响 应该是 A 严格遵守 限速规定 C 双手握紧转向盘 D 警惕隧道口 有人横穿 184 铁路道口 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原因是什么 A 驾驶员不注意观察 盲目抢行 B 驾驶技能不熟练 精神紧张 易造成车辆熄火 C 机动车 非机动车 行人混行 185 在山区道路行驶 下令哪些驾驶行为 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 山区 A 转按时 急转转向盘 这就是转按时太猛 B 下坡转弯 汇车时超速行驶 C 占用对象车道 D 不按照交通标志提示 行驶 186 驾驶出租汽车 时务 长下坡 应该通过哪些方式 来控制车速 A说坑路还行 这是不行的 C说熄火还行 那简直就是左死 B 他正确的是 正确使用行车制动器 就是叫杀 D 低速档控制车速 也就是 比方说 四档觉得快 用三档 三档觉得快 用两档 二档 187 驾驶出租汽车 在城乡集合部行驶 危险因素有 A 是交渣路口多 交通设施不完善 城乡集合部 B 行人车辆一抢行 C 道路交通管理的 确实 D 行人 机动车 处理车 混行 188 小王 驾驶出租汽车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因车辆故障 必须在高速公路上停车 采取的做法 正确的是什么 是 B 开启危险暴警闪光灯 C 夜间要开启失火灯和后卫灯 D 在车后150米处设置 故障警告标志 那A不选 因为A错在100米 应该是150米 189 高速公路上行车 不准在扎道 加速车道 或者减速车道上 倒车 超车 停车 掉头 这次都不允许 190 五天行车 危险性较大的原因有 A是能见度低 不易发现路面障碍和对象来撤 B 不能准确判断跟车距离 C 是看不清道路的标志标线 D D说路面温度低 没有什么关系 191 五天驾驶出租 机车行驶 驾驶员应该 A 是实名喇叭 B 合理控制车速 保持比晴天更大的安全跟车距离 C 能见度过低 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 D 是正确使用车凳 192 雨天驾驶出租 机车行驶的危险性在于 A 路面的适滑 制动距离延长 B 乔寒低瓦区域积水通行困难 C 路面积水高速行驶 亦出现水滑现象 D 行人 汽车人反应能力下降 通知他们 有可能是打着伞 包括 挨雨胶 反应能力也会下降 193 突降暴雨 给安全行车带来的主要风险是 A 低瓦处积水深 强行通过 亦导致车辆熄火 B 山居道路亦发生 C 亦发生雷击现象 而D 说车辆亦出现转向困难 这个 下雨跟转向困难没有什么关系 194 驾驶出租其实在雨雾天气行驶 应该 B 保持比晴天更大的横向 动向安全间距 C 开启前照灯 时过灯和后卫灯 D 是低速行驶 195 下令哪些道路或者路段 如亦出现冰雪路面 有桥面路侧的 积雪处 以及弯道的背阴处和山区道路 向阳处倒不容易出现积雪 因为向阳嘛 太阳晒化了 196 一辆出租汽车以70公里面小时的速度行驶至某罩城高速公路 以冰雪覆盖的下坡转弯处 又是冰雪覆盖 又是下坡转弯 那这个速度那就是超速了 这种发生侧华于路边旅游标志立柱相撞后侧翻 至22人死亡 11人受伤 这个出租汽车看起来是个大车 从这几十股得出的教训有 A 冰雪楼面行车 E侧华 本身比较滑 B 冰雪楼面车速控制不当 即出现失故 D 冰雪下坡弯道 是高风险的行车路段 看C为什么不选 出租汽车载客不足 他说载客不足呢 这拉的人够多了 197 高温天气驾驶出租汽车行驶的危险性 就是高温 A 胎温胎压过高 影响行车安全 B 车辆电路油路故障 易引发车辆自然 C 驾驶员易烦躁 疲劳驾驶 以及夏天清晨和傍晚路边纳凉的行人会穿行 198 高温天气驾驶出租汽车行驶 感到疲劳时应该怎么样 当然是选择正确的方法 还你驾驶疲劳 以及在安全地点停车休息 199 某日天刚降小雨 小李驾驶出租汽车行驶 在弯道转向时发生策划 这时候他应该坐 A 松台这种踏板 已经发生策划了 就要把踏板松台 同时呢 向策划方向轻轻转向 并及时回正 200T 驾驶出租汽车遇到泥石流 组织乘客逃生时应该注意 本身是泥石流 来势汹汹 逃生 是逃命的 就先不要携带重物了 以及向泥石流 方向两边跑 201 驾驶出租汽车通过漫水桥时 驾驶员应该 A是停车观察水清 B发现时水 漫过桥面严重时 不能冒险通过 C 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 202 驾驶出租汽车通过 险桥等危险地段 驾驶员应该 A是发现对面来车时停车等待 避免在危险地段汇车 B 查明危险情况 C 确认安全后尽快通过 D 不能通过时 及时向乘客解释 绕道行驶 203 出租汽车驾驶员 行驶在泥泞道路要做到 泥泞道路 A 尽量沿着前车的车车行驶 因为这个泥泞道路 你不知道哪里有坑 B 尽量避免停车 因为你停了车之后 你在起车就有点飞机了 C 提前换入低速档 204 OK 说哪类火灾可以用水 碰灭 这里面 咱们需要注意的是 油泪着火 不能用水 看轮胎着火 可以用水 那柴油 汽油 发动机着火 那只不能用水 因为都是油泪着火 205 车辆燃油气火时 下列物质 不能用于灭火的事 那油泪 不能用水 所以水是不可以的 206 使用车车灭火器灭火的时候 应该把灭火器对准 对准的是火苗根部 咱们叫展讨要出根 灭火对准根 207 使用灭火器灭火时的错误做法 错误做法是 灭火器瞄准火苗 应该是瞄准火苗的根部 也就是瞄准火源 208 驾驶员预测量发动机着火 错误的做法 这个错误的做法是打开发动机罩 这样发动机罩打开之后 相当于增加了氧气 助燃了 当然 如果 已经有好的灭火器材了 这时候你要 打开发动机 那就得打开了 但是 刚开始着火 有点瞄凑的时候 这时候 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灭火器材 这时候不要打开发动机罩 可以先在底下喷一喷 209 出租骑车发生爆炸后 为了防止再次爆炸 扩大伤亡 首先应该是 阻止逃生乘客返回车辆 210 下列选项中 哪些容易造成车辆着火 有A漏油 B电路短路 C和驾驶员或者乘客吸烟 211 出租骑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车辆突然起火 驾驶员正确的应急 出示方法是 A立即停车 疏散乘客 关闭油电路 报警并采取正确方式灭火 这是正确的 213 出租骑车油箱起火 可以用什么扑灭 油类 那你不能用水 可以用浸湿的后部 纯棉工作服务 车载的灭火器 以及沙土 213 出租骑车发生爆炸燃烧时 正确的处置方法是 组织乘客逃生 拨打救援电话 根据爆炸燃烧危险程度 判断是否采取灭火措施 214 驾驶出租骑车 行驶中感到车身倾斜 并且倾斜随行驶时间的延长而加重 那又是漏气了 是一侧轮胎漏气了 215 驾驶出租骑车行驶中 车尾突然摇摆不定 但可以控制方向 一般情况是后轮爆炸了 是突然摇摆不定 那就不是漏气 而是爆炸了 216 驾驶出租骑车行驶中 方向突然向右跑偏 转向盘无法控制 转向盘无法控制 那就说明是前轮 向右跑偏 那就是右侧爆胎了 所以是右拳轮爆胎 217 驾驶出租骑车行驶中 轮胎突然发生故障 驾驶员应该 那轮胎发生故障了 这时候起码咱们应该是 松台加速踏板 沃纹转向盘 加速猛踩 急转向 这都不靠 218 王某驾驶出租骑车 在高速公路上 以100公里面要时的速度行驶 突然前方有一只野兔横穿 王某轻急之下 急转转向逼上 结果导致车辆车翻两人死亡 下来说法正确的事 当然是王某紧急情况 急转方向避让 处置不当 他应该是直接就撞上去 撞死一只兔子 车受点损伤 那人没事 219 出租骑车落水后 可选择的自救方式是 敲碎侧床玻璃 尽快逃生 还行